好才刚刚从不雅照风波付出的女星吴亚新呢 现身代言活动再度引发了话题 记者会上有媒体问到说 未来是不是会跟富商保持距离 她竟然说 难不成我现在只能够跟上班族交往吗 而虽然说她澄清说自己交往没有限制条件 但是话说出口依旧是让外界感到相当错 亚新哈喽哈喽 好久没有在公开场合跟大家见面了 真的是好久不见 一起桃红洋装卷入光碟暗风波后 吴亚新工作量大姐 最近又被指出疑似五官动过手脚 4号出席精品活动让她再度成为焦点 鼻子借你抱摸一下 告诉大家真的假的 好吗 所以不要再误会了 大方让现场记者摸摸鼻子 证明自己是天神力直 吴亚新很无奈的说只有眼睛有整啦 可是不要一直说我去整心 我就承认就是双眼皮就是双眼皮 谢谢大家看到妈妈 妈妈也是这样很漂亮 所以不要再误会了好吗 谢谢大家 活动上突然现身的吴妈妈 也成了吴亚新澄清的最佳正名 极力偏亲整形说 不过活动结束后 她接受平面媒体访问 问她未来是否会因为李宗瑞事件 而从此不与富商交往 没想到她竟然回应 难不成我现在只能跟上班族交往吗 此话一出让媒体好错愕 不过事后经纪人试图替她解围说 吴亚新是因为对媒体没戒心 才会脱口而出 不过也让她的拜金形象再度引起讨论 这边是张亚反弹日台北报道